又来跟大家介绍好东西了 《临到的日常》除了香港之外 我们泰国也会报导 JMQ拍摄很多泰国节目旅游 文化、饮食、什么鬼都有的事情 阿柳也有说过的,大家可以看之前的影片 所以这次我们也会去介绍一下泰国的住宿 其实在泰国大家都知道一些商业或富庶的区域 例如同罗 同罗是一个富人区 有很多有钱人住 也有些大商场进住 当时也在这里 以前同罗都叫第二大商 现在已经是CBB了 所以大家不妨可以在这里选择 有什么深水的楼对住 这里叫做文化桶 它黏着BTS站 就是很近的 走几分钟就到了 这次就和大家看看这个半幅式单位 这个半幅式单位上面 10.5m2 地下一层27.5m2 总共39m2 其实很够住的 你都明白了 因为香港哪有机会买到 不要说是这个单位大小 半幅式也没什么机会买到 这里的装修 就可以自己的设计 当然 也有包齐了电器 可以看看这些电器 所以这里只要你买了之后 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立即来住 我们经常都排泄 所以我也打算先弄一间 这里我喜欢的地方 不是单纯的半幅式 因为其实在这里 你可以足不出乎 有工作室 有健康室 有戏室 这里很过分 当然刚才说的框 其实这里也很方便 因为这个箱圈 就是由Prompum 去到Tongro 再去到Ikamai 这些箱 其实都是一个很多的商场 Prompum就称为贵妇渠 我们这些老的宝宝 但是很有趣 它一边是贵妇 一边有很多日式的酒吧 相对地 Tongro和Ikamai 就比较安静一点 舒服一点 因为Ikamai 的确是一个高尚住宅 但是高尚得太 那边我自己都去过 相对地配套是少一点 但桶路又不同 周边的东西都越来越齐 刚才所说 电器什么都齐 这个就例如雪柜 尼波炉 那些菜也不包 强调一次 不要问我为什么 一进来就能住 不过我个人 喜欢看什么呢 就是看 厕所 现在你看到泰国的楼 特别是市区那些 都没有刻意地 他们有什么大陸的酒店 但是我自己都觉得 都够舒服 还可以了 这些酒店 我知道有一些观众 未必想要 这么大个单位的 有幅式 我若是这么夸张 所以 现在介绍了一个 26 sq m 的studio 给你 鬼底 八只资格圆 麻雀虽少 五臟俱全 这里其实挺压制的 梳化有 床也有 书台也有 落地玻璃也有 不仅仅只有这个 约色也有 这里也有 当然 厨房、厕所 刚才不要拍了 但都全部齐了 即是说 这个是你一个 入门的好选择 现在世界各地 都会说很多 可持续发展 而这栋楼 都不例外 因为Cultural 统楼 到建好之后 天台就会充满着 这里这么多 花花草草 这些 display 给大家看看 因为 其实 曼公的空气污染 都挺严重 所以 如果我们可以 制造更多的 新鲜空气 让人居住的话 绝对相信 这个社区 是会过得更加之好 所以每一层 都会有不同的 分流的垃圾桶 有水机 令到大家 就不用买 那么多 天赏零星星的 饮品 垃圾方面 也协助到 环保上的处理 相信 如果在泰国 有更多 这些楼子的话 绝对会令到 泰国的社区 会变得更加之好 看到BTS 就是你又知道 这里来的BTS 有多近 左边就是桶楼 右边就是Ekam 刚刚在两边中间 所以这里真的是 一个很好的地段 不单是地段 包括这里的学校网 这里的生活配套 商场也有很多 加上这里是富豪区 所以这里真的是 你一个入手的好地方 我们现在在吃一间蛋面店 这间蛋面店 就是在Sukwit的 Haha Sipha附近 这间是一间 由1956年成立至今的 一间蛋面店 66年历史的餐厅 我觉得大家值得推介一下 刚才点了一碗雜感的蛋面 各样都有的 有蛋、蛋面、烧肉、蟹肉、云吞、叉烧 叉烧就算了 我一向觉得 蟹色叉烧会比较好 但是它的烧肉很脆 所以这个鸭肉很乱 所以一定要试一下 所以我真是真心推介 这个Culture童鸥 因为刚才说 不论是这里住也住得好 配套也好 学校网 商场的配套也很好 又跟BTS 我经常都跟BTS 所以这里是一个很适合 你首次职业的选择 如果你要买的话 就趁早 因为One Black Room的单位 已经没有了 只剩下这个 这个本风式 和Studio式 又买趁早了 至于如何买呢 看下面呢 尼牌都要看这些年间 自己看 好了 今集时间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还有些 想我报道一下 有什么正东西 吃东西 住什么都好 请继续留言 告诉我们 我们继续在泰国 继续跟大家报道 Bye Bye Sawaddy Cup 等一下 既然你大妈 我发发 你不吃一下 他真的对自己不住 我说些还没吃过 有几年前去Cambodia 吃过大麻披萨 吃完就这样睡觉 同事或朋友来 说你回去泰国拍摄 拍大麻食回来 香港是不是不能拍摄 我说你也对 啊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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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